做这种新闻秀说这么极端 我想是一个过渡 它单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 从容忍到不容忍 来了 可以吗声音 可以 对对对 我节目就叫 我说到哪里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谢谢哦 感谢 荣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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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节目现在已经开始直播 欢迎上中广流行网 还有王伟忠的脸书粉丝专页收看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 坐到我旁边 现在直播了 直播说坐旁边傻傻的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比较拘谨 比较内向 资深外交官 借文吉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你这个上次上我们节目之后 哇 讯息如雪片般飞来 说 我也有点刺惊 很好说你很棒 我说对啊 我说我第一次请你来 我们俩就像老朋友一样聊天 Mans Talk 第一个我们这个四年级生 这个Baby Boomer 所以刚才是从一个时代的 很好聊 那我刚看你的身材 各位听众朋友都知道 我们介大使呢 这样看起来是上半身 因为大家在电视上看 你都没有看过你下半身 下半身也还可以 蛮帅的 蛮帅的 腿又长 裤子穿很紧 我刚刚问他说 你那个电视节目上久了 会不会崩得血脉不脏 不会现在这个裤子啊 它是有点伸缩性 伸缩性 因为现在都窄嘛 那我穿窄的 我比较喜欢穿窄的 为什么会测我 有没有体重 有没有增加 哦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喜欢穿宽的 不基本上 我想问你 以前你们那个 那是党国时代了 选外交官的话 有要看 还是要看样子吗 会不会 还好吧 反正反正 可是问题 他也没看到 你之前都是鄙视啊 第一次都是鄙视 但是还是面试的时候 还是要看你的谈吐啊 风度啊 有没有这样子 有没有那种主观的这种分数 应该有一点 应该会有 多少有一点 以前我们空军 要当将官的时候 那时候蒋夫人 好像亲自召见 有这样的传说 就看看你的样子 适不适合 因为很多武官 外武官要看起来 熊焦焦气昂要有样子 对 就军威要在 代表国家体的体面 对 会那个样子 可能 可能我也听说 以前 以前那个 好像蒋公也会啊 会看人 会看人 听你会不会听这个浙江话 对 但他那话很难听啊 他那个是 听不太懂啊 就生命的 听不太懂 有人不是说 他以前有一个什么 什么这个 梁氏局长 跟他辩论啊 说你还强辩 对 就他以为听成说 你把你枪毙 回家就告别妻儿了 哎呀 这个真的是 说起来就官场 还是很多很紧张的事情 不过 我说你是个 你上评论信的节目 多少年了 就是在电视上面 不多哎 其实你看我回来 我回 我大概这是回来 四年了嘛 四年那个时候 因为刚开始去选举嘛 就就 就有一点新闻性 才开始 可是后来因为我就 中间又选一次 就就就就说 断断续续了 对 我玩 你开始上评论节目了 你觉得台湾的评论节目 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嘛 以前更多 现在就是 你的感觉怎么样 如果说跟你这个意见 不太一样的人 在同一个场合上面 不过你们谈国际新闻 我觉得感觉上气氛还蛮好 还好还好 国际评论 就是国内政治化 好像就是针锋相对 国内政治 看你上哪个台 不像台一样啊 你说 你说中天他大部分都请楼蓝的 那其他台大部分都请楼蓝的 对对对 对 可是大部分都是绿的 那只是这个 只有一个人 孤独一直花在里面 常被谁去都很麻烦 对 不过我以前 最近是两极化了 对 就是说 各自经营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同温层 对对对 就是说市场区隔了 以前没有 最早的时候还是 我还参加过那种 就是有蓝有绿的来宾啊 对对对 那基本上我的原则就是说 这个没什么好变的 各讲各的理 观众评理就好了 对 后来也发生个评论 基本上打架的 有啊有打人啊 对对对 我是 我是 我是不会啦 不过也被挑衅过就是了 对那你怎么面对这种状态 挑衅的话 你跟这个外交官有时候在外面 在国际间也是会碰到人家对你们的国家对什么会有针锋相对的时候 这要不要培养情绪啊 基本上是不能动怒 嗯 就是说任何情况都不能不能生气 就是你们有上过这样子的 呃我们我们是看我们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就看出来大家都是 闻闻如雅心的 呃就是说表面很闻闻如雅 哈哈哈 脚底下都互相踢了 那可是就是说我们看这些就是说前辈的外交官啊 基本上他们都他们的这个教诲都说即使最紧张的状况不要跟你的对手啊怒目 好对吗 这个不不不理性弄到不能见面啊 一生气 对 我觉得思绪就乱了 对对不对 很难就可以表现你的风度啊 或者你幽默啊 或者什么很难嘛 很难 而且啊 就是说呃基本上就是说思考也停止啊 不你上这么久以前上这么久还针锋相对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动气吗 呃你是人马座人马座有时候会 我人马座你看人的上身马的屁股是很冲的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 对 目前有一次有一次有一位这个绿的就是说勉励我说希望你这个介大使要爱国 不要出卖国家利益哦 你要站在我们台湾什么什么立场 我在想说我干了三十几年啊也没卖过国 什么叫我卖国 不过我想想就算了 对 我现在看你们上这个所谓的国际方面的这样评论没什么蓝绿之分嘛 对不对 没有 基本上没有 对一致对外的时候 对 就这样 其实说起来我觉得言论自由还是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地方不管是蓝的或绿的 对 你没有情绪就发出 对 若没有一个管道就发出 我觉得人会逼坏掉 人会逼得精神错乱 有时候 对 所以不管 我觉得在台湾还好 你真的你不管怎么样 虽然有点不公平在某些方面 因为媒体的经营方式 可是你还是有管道 我这次看新闻 我想你也知道我要讲什么 就在奥林区康体 在奥林区康体我相信很多人去玩的时候 在奥林区康体都会去 对对对 然后这个在长老教会 台湾的长老教会发生枪击案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难过 尤其我们我们那种四五年级生经历过台湾这么多事情 以前从族群不合 然后慢慢族群合到戒严戒严到开放 经过这么多过程都希望不管在政治方面或在省级方面都能够尽量朝平和地方发展 对 现在天下真的很难过 我的看法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单一事件 就是说你不能把它普遍化 对对对 就是说他有特殊的人在里面 对对对 那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常态的 对对对 就是说你大部分看到的没有 因为我在我美国待了三次 对对对 那我中间有两次跟乔务都是每天 我第一次在芝加哥我是办了四年乔务 那到华府没有乔务 可是我也见过乔务 那后来我到Kansas 我就乔务是我的重点之一 所以其实美国乔社生态我还蛮了解的 也是分两派 分两派 对 那因为我们我们是起码我在服务的时候 现在可能有变 基本上我们就是国家公务员 那我们对于不同政治立场 我们是保持行政中立 而且我们在办乔务的时候 那个政治光谱从最蓝到最绿 我们通通接触 必须的 必须的 像我那个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 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要让绿营不要跟我们对立 不要跟我们保持距离 所以我那时候我都几乎我想我有六个州啊 每个州只要有台乡会我都跟他们都要去跟他们办 那我这个台语是差不多就55分吧 我算不错了 讲不太标准反而有点亲切感 对对对对 我我去台乡会我们那时候台乡会我还要用台语演讲 哦很棒了 我用台语演讲 我尽量用台语啊 那个有首歌叫飘洋过海来看你 就是说为了跟你见面 我反复不断的练习 连呼吸道 你有反复不断练习吗 对 我是我是在家里教我太太先教我一下 我太太台语讲得很好 她也不是 她 她是偶尔汉籍啊 我妈妈是台湾人 爸爸外甥人 我太太家人 基隆 哦家人啊 台语讲得不错 台语讲不错 对对对 所以OK 其实其实到后来 其实我后来在接触桥 我觉得蓝绿之间对立没有那么激烈了 对 当然这位这个这个所谓的呃枪手啊 嗯 他的背景啊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他应该也有我们这个年纪 对 我们年纪差不多 也这个年纪的一些 对 你说他过度优过于民好了 也可能是他自己本身的精神状态 有些状态 对 这我不能乱讲啊 对对对对 不过我现在这次事情出来之后 我觉得蓝绿双方 现在在台湾的评论节目 大家还好 对 没有这个事情 加油添出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 我昨天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点还好 这时候谁加油添出 其实对国内来讲 不好 政治啊气氛都不好 不好 因为不能让它消费 因为它是一个 政治消费的话就不好 对对 因为这个政治仇困这个东西 你几世几代都都在这边 当然政治的不同 是一定会有的嘛 对对对 可是政治仇困如果久了 就会吗 不过美国现在是有这样子 美国现在也美国自己本身都有这个问题 美国很严重啊 很严重 拜登讲话 今天也是讲了这个 枪杰也讲了德州 他都都在讲 对对 我们刚才讲出现在Fox Fox News 因为这个 Murdoch在经营嘛 他们还在经营 Fox News有个 有一个主持人叫Tucker Carson 嗯 我刚才问您了 对对对对 他现在就是极度的白人至上主义 对对对这个以前在美国几乎你在美国待那么久 很少在DC或者是媒体上有这样状态 那个是政治不净不正确 嗯 你只要你被认为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对对对对 那你的政治生涯就就此终结 没错 而且美国很忌讳这个 可是现在美国先怎么走到 现在倒车 现在我觉得是因为白流白人啊 主流的这个社会 就是说美国人讲说主流mainstream 他们就还不讲白人 他们都是比较中产阶级上 就整体的白人社会 他们有危机意识 会了 这危机意识就是说他的主导权慢慢慢慢上市 对 那他的价值的这种主导 或者说实际的社会的社 美国社会主导权 他认为受到威胁 对 所以很容易把这个这种 怎么讲挫折感 把它吹出来 对对对 其实距离近的嘛 我觉得贫富各方面 如果别的族群跟这些白人距离近的时候 距离越近 那个嫉妒感越产生 距离远的时候也不会 对对 以前你看台湾跟大陆距离 大家还觉得大陆赶快翻覆起来 等它翻覆起来 以后就不太一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他这个 他这个是我觉得是很个人 个人因素 可是Fox News支持 马上大陆什么支持 收视率高 他解气啊 现在这种节目有点解气 我看那个Washington Post 有他的那个有好扩的那个column 就是这个editoria 就在这讲他 哦他自己的studio是在郊外 他自己有大概两打24个的人的team 然后自己在一个camping里面 然后又休息地方 他就自己一个王国 他也不太过来跟外面人接触 他就在那边做新闻做新闻 就studio放在自己家里 哈哈哈哈 好像教主啊 教主教主 美国因为美国是保障绝对言论自由 绝对 你即使你是在传播种族主义 所以在美国也是宪法保护 嗯嗯嗯嗯 所以他就美国很多极端思想 可以生存 对 有些有些言论的来讲的话 在欧洲他就不行 欧洲的人权标准不同 这个这个我觉得还蛮有 这个大家我们要了解一下 嗯 这还蛮好 可是这种极端的言论主义 还是造成了很多遗憾 对不对 就那前两天那个水牛城 那个18岁的年轻人 白种人就开枪了 就打死十来个人 政治仇恨 嗯对 对 所以我我觉得美国这个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对啊 我觉得距离越来越近 就是当别人跟你的比较 越来越近的时候 就产生嫉妒 怀疑恐惧 嗯 我以前远距离的无所谓 嗯 金钱啊租的地方啊什么东西 对 这个需要 我觉得需要政治领导人 要要有一个自睿智 来化解 对啊 对看 要要讲话 就是要出来讲话 表明一个立场 对 大家就是 政治一定会有分歧 这个没有话讲 这个这个本来就正常 可是美国现在政治人物 他就利用 对啊 他的利用社会的基本的毛病 你在美国这个状况不严重 对 不严重 这几年比较严重 这这年我前两天 还有个朋友 从美国回来 还要问他这个问题 很难过的很难过的谈到这次 奥尔吉康体 嗯 所以这个台一 跟那个台一 这个开枪的事件 对 非常难过 不过我觉得说 昨天我观察了新闻 台湾的 和这 争论节目 和民嘴 对这个事情没有 很过度去渲染 目前还是好 好 就还还算是不幸中大幸 如果过度渲染的话 政治仇恨再强烈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很不好 我觉得台湾进步了 这一点真的进步 大家都有一点点自知 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政治的 这个好 一个机会拿来 来消费 当做一个特殊的 就是生费案 对 对 因为我想基本上这个暴力 是要遭受谴责的 没有社会能容有暴力 其实我以前在美国办 乔务的时候 两边的 集 集南集 我都接触 对 那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我那时候只刚刚讲 我的 我的主要的论点就是说 我说台湾现在已经很民主 对不对 不同的意见 我说这是台湾有一个 所谓的合法的程序 产生一个共识 或者一个政府 我们基本上 我们还是 既然是多数决定出来 我们都 我们都基本上要接受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美国是很多民主国家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的模范 所以是一个先进民主国家 可是美国这几年 我们刚刚讲那个 Tucker Carson 对 就美国Fox新闻也好 我刚讲说 我在直播中刚讲说 他自己都有个 自己播的studio 有自己的王国 他就极右 极右几百人主义 他就是人家就说他racist 对 我说包括这次 所谓在小班人 他那个枪杀案 对 杀黑人那个 对 美国有点开倒车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事情 你认为 你还跟你朋友聊过 我认为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现在带头的是 他主要社会的政治领导人 跟领导的政党 所以领导人非常重要 完全看领导人 领导人要带 往那个地方带 那这社会就是很危险 可是领导人现在发觉一个现象 因为媒体现在这么多 可是你发现媒体力量很大 就像说 我们比如平常大家 这种social media 就是如果说是 大家互相批评 无所谓 可是如果网军进来了 也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网军 如果是政府在领导 就麻烦 对 对不对 如果是民间打草来草去 对对 如果是政府的话 会让一方面人觉得说 若有政府在后面 那谁抵得过政府 这么多资源 对对不对 所以美国现在也会是这个样子 开倒车 也是因为政治人物 把这个若他当作力量 对 他越尖锐 就像这个 我们讲这个 Tucker Carson一样 对 这个主播 对 他越尖锐 越有民意的话 他会不想就走极端 对啊 他们是讲的是市场 我想现在民意 美国这个民意 尤其这些媒体 他基本上讲的是市场 收视率收听率 收视率收听率 那他就不断的往红线靠 往红线靠 他也没有什么法律的 而且你刚才讲说 美国是绝对的这个言论自由国家 绝对 绝对 因为美国的价值是认为 很多这种异端邪说 其实在当时被这个 这个所谓的政治机器 国家机器压迫了 后来证明他们都是对了 对 还有他们就像他们 特别保护个人的财产 这件事情 对 都是美国很好精神 最初 对 对 对对对对 再怎么弄 我不会把你的财产给搞 美俄或者美俄 对对 包括外国人 对对对对 这次把他推翻了 这次把俄国人的没收 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也 也会让很多人愤懵不平 就是美国当初最好的民主精神 另外一个 言论自由 绝对言论自由 但是呢 就是包括你有邪说干嘛 我们都允许 可是现在变成极端之后 会开枪就麻烦了 对 其实美国开枪也不是现在了 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就是在一个很暴力的情况下 包括暴力的社会行为 包括暴力的执法 对 所以美国这个社会基本上你某的某些程度你回过头看他很多地方 他的这个秩序啊 是完全用武力在在在在维持 就是警察的武力 极为强大 对 那如果这个警察如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强大武力的话 美国那个社会啊可能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秩序 不像我们台湾 我们是五千年的这个这个如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啊 这个中心思想 我们街上看不到警察 美国有些地方你们看到警察那什么偷拐蒙欠都出来了 我们这个社会不会 美国警察是很可怕的 美国警察那个那个那个高头大嘛 嗯 然后千万不要跟他们争执 不台湾有人批评说台湾警察太闹了 太这个 几个人打一个人一个人吃刀在资料乱逛 八个警察都上不去 也被批评 对 但政府难为 但政府其实带头 尤其在言论自由跟政治仇恨方面一定要有立场 对 这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凶 对对 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就是说绝对不能使用暴力 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主张任何的想法都没有办法使暴力的行为啊 获得合理化 这是很重要 你们外交官的训练 以前外交官训练包括你现在我觉得也这个你大概训练 你比较你很文文儒雅了等等等等 虽然是人马座有 磨灵脚被磨光了 真的假的 都挫刀梁磨掉了 真的假的 会没有脾气 呃 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在很多高压的情况下你发脾气人都是输家 我们的经验都是 有人要刻意激怒你你就发怒的话不就正好就最后的输家一定是发怒的 对啊 有可能你是有国有民也可能爱国爱民 但是一发完脾气之后你可能毁国毁民 对 反效果就来了 一言主意上方了 对对 一个行为就把这个整个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形象也破坏了 可是外交官你说进退之间你说这个不尊不卑最难做的最难的对对这个最难的就像做节目是我们一样我们要做的乐而不赢 然后稀而不虐很难呢我就没把他做到 哈哈哈哈哈哈那我们有一个鼓鼓训啊虫辱不惊啊哦 荣辱不惊 虫辱 又获得获得宠爱跟获得被侮辱都不要有表现 可是你在美国的众议院里面人家称你是外交官中的外交官这是非常flattery啊屁股拍啪啪啪啪啪 因为因为他老建里没有婚了 那位老兄那位那个林肯德伯他他我陪他我来台湾参观了一个礼拜OK 那他是一个南方的一个他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国会众议院 他们那边很讲究人际关系就是很比较跟台湾南部一样人比较热情人比较热情 讲讲就这个就是说你就基本上你就是说大家很弹得来 那你大家去哪里玩我们大概都是环岛哦没有去卡拉OK唱唱歌什么卡拉OK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对我们我们这些就是说有时候他们 下次有点有机会要看我们我我带你们玩可以啊可以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哈哈哈哈嗯哼哼哼嗯哼哼嗯哼哼不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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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杀真的好可好可怜啊 这个太太太太那个了嗯哼哼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谈嗯这话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哦 俄乌战争的谈一谈这个北约的状况对 诶哼这个这个仗杖一开打啊旁边的观众就兴奋了啊打的人啊苦的要死 苦的要死对啊怎么收我对啊都是旁边的观众在那里面啊起哄怎么收我 其實我是覺得俄羅斯只要把頓巴斯佔領他就收了 他不打了 不打了 打下去沒有意義 他這次我看芬蘭跟瑞典他也放人話題 說沒關係只要不要有軍事設備就好 但是不可能嘛 暫時不太會那麼大張旗鼓吧 不會 像波蘭那麼多飛彈 不會 因為事實上那個烏克蘭跟俄羅斯已經打了八年了 對啊 事實上是這樣 他只是升高而已 那個八年沒有控制好 繼續升高 越打越仇恨 越打眼越紅 滿眼血絲 對啊 烏克蘭這個建國很難 烏克蘭 快到差不多了 我覺得這個國家基本上就是說 他其實沒有獨立過 他歷史上只有兩年 所以出來以後 他這個社會的基礎不夠以後 然後就變成就是說 應用社會的矛盾 那些政治人 我就應用社會矛盾 就越來越激化 最後連納粹者 納粹主義都把它抬出來了 你就覺得他有點喪失理性 對啊 這也是一個難題 對 因為要成 要一個國家要上軌道是很困難的 像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這個當時 這個國民黨這個政府 是很有統治經驗的 對 所以他不但能夠 各級政府 各級政府 對 而且精英很多 大家好 我是王偉忠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然後我們今天請到 還是我們資深外交官 老傑 傑文吉來跟我們談一下 一些國際的事物 我們談完了一個 issue 談完一個事情 之後來跟聊聊 還是要從這邊聽聽看 我們現在的國際局勢 大家比較在乎的還是那個 烏克蘭的戰爭 對對 然後呢 現在北約又邀請這個瑞典跟芬蘭 嗯 也看也會成行 嗯 不過看起來好像 這個蘇俄這邊呢 呃 已經講了說 只要不要有軍事的設備 對 就不為難的樣子 好像有點軟化 你覺得呢 我是覺得 因為他不會採取太劇烈的措施 因為他沒有立即對俄羅斯的敵意啊 而且不一定會成立 因為北約是共識嘛 對 現在土耳其就說事情講清楚再讓你進去 對 就是因為他們庫德族那個 庫德族的 因為庫德族一直 這你分析一下給聽的朋友聽 為什麼土耳其對 這個事情 因為他 因為北約必須要全部會員國同意 你看他進北約嘛 對 他現在反對的原因是因為庫德族 你再講一下 因為庫德族基本上是 這個庫德族被三個國家統治 一個是伊拉克 一個敘利亞 一個土耳其 嗯 那他被分成一個民族 三個國家統治 所以他在三個地方都想搞獨立 他想搞一個獨立的庫德族 所以對土耳其來講 他就是 分離主義者 那任何政府碰分離者 就是鎮壓 嗯 那問題就是說 他們在海外獲得最大的同情 給他最大的同情的國家就是瑞典 嗯 所以這庫德族 當然他要獨立建國 他要打游擊戰啊 他要打城市這種游擊戰啊 他就容易做這種很多殺戮的事情 嗯 那可是到了瑞典 瑞典就認為他們就說 你造反有理 你殺人有理 嗯 從土耳其就講說 你怎麼 你怎麼庇護我的分離主義呢 嗯 他們就是恐怖恐怖分子 對對對對對 對所以這個就是說 長期來 土耳其對瑞典就不爽 不爽 哎那那也拿你沒辦法 你隔我那麼遠 現在好了你要加北約 我可以卡你 因為這個是一票否決 共識決 對 那就是說你這事情不交代清楚的話 那我不會同意 嗯 你也別想進北約 嗯 就是這樣就這麼簡單 國際上也是跟人際人際關係一樣啊 對 國際關係就人際關係啊 你們外交官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對對對 運籌帷幄啊 運籌帷幄啊 表面一方下面一方就一直在這時候講的事情啊 對 我們我們總認為協調是可能的 對 談判是可能的 對 不能到最後都是要要一翻兩瞪眼 要拿到拿槍的 自古以來的外交政策 嗯 從春秋戰國 戰國策開始到現在 嗯 戰國策就說一路來講的 嗯 就不打仗 一打仗外交官沒有用啊 對 可是 可是說實在我們外交官就是說 嗯 嗯 我們外交官比較吃香的時候 嗯 老百姓受賄比較多 就是說 國與國之間不打仗 不打仗 對 我們出 有話好講 有話好講 我們出馬就是停止軍事來解決 讓我們這些好 呃 就是 文鬥 不要搞武鬥 對 可是那你說外交官你看那個波蘭大使 這個蘇格座波蘭大使被交紅漆這件事情 啊 我是這個事情 啊 我很反對 我看了很反感 嗯 因為我是外交官 對 敢同身受嘛 我就敢同身受 這個其實我覺得那個俄羅斯外交官 他其實表現不錯 他很 他有從辱不驚嘛 對不對 從辱不驚 那人家都交到他頭上 他也沒有勃然而怒 對 那問題就是說 國際上對外交官有國際公約在保護 對啊 我們有一個維也納外交領事公約 第五第29條 住在國 你就接受外交官 你政府有權保障他的人身的安全 對 還有一個尊嚴 還有你們大就是以前那個那個外交官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 嗯 地址那都是整個是外國領區嘛 對 就是外國外國 我就外國領土 警察也是等於是要送自己的人 對 使領館內就是我國領土 對啊 這個就叫做 這個叫什麼 兩國交戰不殺來死 不殺來死 而且很要很文明 自古以來就這樣 自古以來就這樣 對啊 這是很文明的 即使你斷交了或交戰了 你這個接受國 你還要負責把這個國家 安全 安全送禮你的國 你要保護他離開你的國境 所以這一次波蘭 真的這個國家這個表現不對 他放任這個 他放任他這個 就是說報名啊 用這種 用這種羞辱的方式啊 他沒有善盡保護的責任的話 嗯 那這個波蘭政府是站不住腳 後面新聞沒有看 那波蘭政府有沒有出來道歉啊 會有做什麼 波蘭政府不道歉 而且他說 我事先就告訴你不要去了 不能這樣講啊 你他要去你還是要保護他 像我們這個很多以前有很多人到這個 這個在台協會去去這個去這邊抗議的 對不對 那我們的警察去派了一群人擋在那邊 嗯 就是要保護保護在台協會的尊嚴 嗯 跟他的這個人身的安全 這個是國際法賦予的接受國的義務啊 啊 不過我看了一些國際的一些事務 也有一些在保護大使館的情況之下 有點半放水讓老百姓進去鬧啊 在旁邊鬧啊 有這種狀況嗎 有啊 就是職業的這個protester 有啊有啊有啊 有這種狀況 也是有的 還有國家直接把人家的大使館給炸了 對 然後說炸錯了 你就民獎吧 對啊 不過在你的外交官生涯裡面這種事情 有沒有經過很驚險的事情 因為中美斷交的時候 或什麼時候有很多驚險的故事啊 那個前代的你們的外交官的時候 對 我我倒還沒有啊 你都沒有 因為我我真的運氣還不錯 去的地方都算治安良好 嗯 我們有同仁在的地方 嗯 有的有的這個 當地的治安不好 對 或者第二天上班 辦公室被 偷光啊 搬光啊 都有 然後人身安全也有 嗯 我們以前在賴比瑞亞 那時候段教授 我們那時候住賴比瑞大使 嗯 那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在暫時啊 這個是 在暫去裡面啊 真是 好不容易逃過一劫啊 對 那是有這些人 可是我我還算幸運 我我沒碰過這事 我看了一部戲 我不知道 老建也沒看過 我也可以 聽眾朋友大概有興趣 也可以看 也是講話教官 這是真是 真是改變的 非常true story 就北韓跟南韓 好像在非洲一個國家 嗯 後來好像非洲那個國家 後來 產生 在叛變 整個有內亂 對對 然後他們要逃 北韓跟南韓都要逃 嗯 裡面的使館人都要逃 所以兩個到後面 白石互相在競爭啊 嗯 到後面大家合在一起逃 逃到一個地方之後 搁上搁船飛機 很棒的一部戲 那很好 啊老建 你這個戲 你這個戲要看呢 哎呀我要看一下 我覺得 臺灣觀眾看看 或者是說 像我們這個 地位很奇怪的地方 我就看看 我覺得人性還是最重要 對對對 非常好的一部電影 人性高於政治性 這個社會就 我查一下 我這個直播查一下 我給我哥哥 好馬上回來 謝謝 你查一下 韓國拍的嗎 韓國拍的 北韓南韓 就是歷史事件 北韓南韓大使館 在非洲哪一個國家 有個電影 但是講真實事件 然後他們互相幫忙 逃出那個地方 然後搁上各的飛機 對 其實說出來 人與人之間 有什麼深仇大恨嗎 可是 為什麼一定要搞到 沒有人性啊 人性就是在危難的時候 大家互相幫忙 對啊 所以所以 就是 比如說一個地方 有地震 有天災 大家不貪心 嗯 世界現在只有外星人來的時候 啊 才會合在一起 你忘了這兩天 哈哈 逃出摩迪 摩加 摩迪修 這個是在那個 這個是在那個 索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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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那個時候打得很兇 索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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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大 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 韓國後來拍了一個片 前兩年拍了一個很有名的片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女孩子好像 還是一個男孩子 不小心跑到北韓 在那邊生活了一段時間 對對對 你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降落什麼 對對對 那個片我也看了 蠻有趣的 那個不是真事 不是真事 可是他已經能夠 我覺得用人的角度 對對對 兩邊的人的角度 來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 產生正面互動 電影 我也是喜歡 我現在越來越喜歡看 這種nonfiction 就是真實世界 我那邊看非真實世界 也沒興趣 我覺得這個 男生到這個時候 看的假的 除非是很無聊 看看 但是看真實世界 還是好看 最後一部戲 就是講那個 像哪個國家的 那個舉重選手 很有名的 他也是 也是你們外交官 整個的事情 他投奔自由的事情 以前那個小矮歌 很有名的 王牌一個舉重師 看起來像朱鲁一樣 但是破世界紀錄 先過世了 這電影很好看的 外交官就要看 怎麼安排他逃 他是 哎呀 我都忘了那個男子 是什麼地方 也是好像是 蘇聯體制 還是什麼體制 應該是冷戰時期 對對對對 冷戰時期 好好看 好 這是趕快看 好 我回去了 找一找 好 我是王一忠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請到資深外交官 介文吉 老介來跟我們談談 國際大事 還有一些 這個國際間 有意思的事情 我們剛才 跟你介紹了一部電影 這個電影呢 是北韓跟南韓 兩個大使館 後來這個國家 產生內亂 他們兩個必須逃 本來互不 互不離讓 也互相幾乎都在民政暗鬥的 但是互相結合在一起 後來要逃走 後來到最後的時候 隔上隔著飛機 這個電影叫做 《逃出摩家帝修》 這個事情是1991年 蘇瑪利亞首都的事情 你知道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我知道 可是這個 南北韓外交官士 我不知道 對對對 這好看到 這是安排著真實故事來拍的 韓片有時候會用些 韓片最近越拍越好 很多很多 就是按照真實的事情 有些也有幻想的事情 也很有意思 這個事情你知道這個事件嗎 對我知道他們那個時候是首都大亂 大內戰 結果美國 美國 美國射入 結果 結果就整個陷入一片 一片混亂 那個地方也是海盜出沒最多的地方 對對對 對 現在到現在還是亂的 對啊對啊 OK 好我們還是談一下這個 現在這個北約 還有這個跟蘇瑪之間的關係 不過這個仗你認為差不多時候就不會應該你的預期大概多少什麼時候可以慢慢平和下來 我覺得第一個他範圍在說了對俄羅斯本來從基輔一直到這個頓巴斯一直到南方的這個赫爾松一直到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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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好好的更大現在還說要跑到那個什麼炮進羅馬尼亞嗯然後他還飛彈打那個是烈烈烈斯克吧就靠比較波蘭邊境 嗯可是我覺得俄羅斯現在 國蘭北約放了很多飛彈在那邊嗎 放了很多對 可是我覺得北約一定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畫紅線 當然 而且他有他也給俄羅他也給烏克蘭畫個紅線 對 我覺得那個紅線啊我的我的預測是你不要去打俄羅斯本土 對 也就是北約美國人啊 常常他是不讓你戰爭擴大 嗯一擴大問題又難解決 嗯他就讓你在烏克蘭打 嗯那烏克蘭打本來俄羅斯打的範圍大他現在越來越集中 嗯那等他集中的那個尤其頓巴斯他把那裡面的烏軍啊 嗯趕出去或者殲滅以後呢我想就變成 俄羅斯就停了看你烏軍要不要反攻了就這樣 哦又變成拉鋸戰拉鋸戰 可是烏軍應該是沒有反攻的能力 對呀那就變成兩邊有一個邊界線 這個邊界線呢就各具重兵 嗯那我們從外交講就是形成一個新的所謂的現實 嗯就是說現狀 嗯那這個新現狀可能就是俄羅斯想要造成一個新現狀 那如果烏克蘭不服 或者說別的國家還要烏克蘭繼續去打 嗯那他就打 嗯那要不然烏克蘭他也只有認 我不認為他會收復師徒沒有那個實力 現在其實這個當然我們現在西線無戰士了 嗯對我們就很多地方來講 嗯這個戰爭沒有擴大到一個什麼地步 嗯可是經濟影響很大 對對這經濟影響包括台灣啊 就是我們都自身的感覺 整個經濟不景氣沒有戰爭嘛 對這個狀態 這個是很全世界的人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呀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很多東西在漲價了 這個漲價是必然的 美國同胞也很嚴重啊 歐洲現在也很多 歐洲也7.5了 美國是8.4 8.4 8.3嘛 對啊但是現在還是要有人出來 出來在中間做這個 能夠來管事了 現在幾乎沒有人 出來躺這個水啊現在 他們現在都已經撤退了 他們要習近平去管了 對 那習近平說 你們歐洲人在那邊一邊往裡面拱火 你叫我去講和 那你不開玩笑 你們先不要武器不要運 不要在那邊再拱火了 那你找他去講還有點要 你要人家去講和 你又鼓勵兩邊打 那你叫人家講和怎麼講啊 我覺得外交策略各方面跟民族性 跟這個文化背景都有關係 你不管說你說中國的 不管以前中國文化大革命啊 以前都要破四舊啊 不讀什麼封建東西 不讀歷史書 現在他的戲啊他什麼東西 他又開始要把中華文化找回來 所以習近平其實也 我相信他也會看看中國歷史上 這個而且他也受到一些 中國長統文化的影響 外交政策 他一定不會急的去做這個和什佬了 這叫公親變士族嘛 公親變士族 其實請他去的人也沒懷好意了 就想把他拖進去了 就算習近平不看歷史書 看看連續劇也看出來 人家家事少管 而且隔那麼遠 而且你就說你現在啊 他們現在自己打 對不對 自己鬧內訌 歐洲人鬧內訌 你跑個亞洲人進去 他們一起打你亞洲人 就公親變士族嘛 對公親變士族 這個在歷史上很有名嘛 我就常說要看看戰國策 嗯 要看看戰國策 你孫子兵法不看 要看看戰國策 戰國策好看 戰國策裡面講這個 哇那個春秋戰國 這些事情等等來講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對 其實我一直有感覺 我覺得歐洲的社會 還停留我們在中國 戰國策那個時代 是嗎 因為它沒有天下觀呢 我們中國在在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以後 我們中國就有天下 嗯 這個天下的觀念很重要 嗯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我們中國嘛 嗯 我們就是這個行業 也不一部分嘛 秦始祖願寒兆 大家都天下一家了 嗯 然後再再強調天下一家 世界觀 世界大 歐洲人沒有 對啊 歐洲人還在我們這個春秋戰國 那你們那個時候 秦始皇什麼 這個居同鬼 書同文 人家同一語言 各方面來講 就是有天下觀的 有天下觀 而且它便利基礎 對對對對對 有共同文字 這個這個必須 這個大秦帝國 其實有很多戲可以看 是有意思的 我我以前在歐盟的時候 他們也是想搞歐洲統一啊 嗯 他們最羨慕中國 中國的時候 我們就缺一個東西 我說缺什麼 缺你們那個文字 哦 OKOK 你這個文字哈 你雖然我們有幾百種方言 對不對 這1234 國語念1234 啊 台語念基農沙西 對對對 對 廣東話 一三四 都不一樣 可是寫出來都一樣 對對對 這個東西啊 對於這個中國文化來講 太中國這個文明的這個 統合太有用 是是是 歐洲沒有 歐洲講出來不一樣 寫出來也不一樣 你說它有什麼共同點 OK 我們休息啊 後來我們來談談東協跟美國 OK 他們最羨慕是文字 就中國人其實這個方塊字哈 我們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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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口 口哈分開 所以就是說 你的語跟你的文分開哈 其實很有智慧 可是 其實對 但是你選比南語也是一樣 我有個單元就這樣子 嗯 全比南語 漢字都有 嗯 因為漢字本來叫歐羅威 對對歐羅威 他都有 都有講 就是明南語向過來 都有字 都有字 但是當然有寫字 寫文的文字跟語音 有一點是不同 有些東西是一樣的 有一些信仰 對 就小得的小啊 不小得 我跟你講一本書就是 我們有這個單元 就是連戰的 連戰的主婦寫了一本書 就是把所有的 閩南語的話的字都找到 哦 真的嗎 很多康熙字典裡面有這些字 對 他那本書叫台灣語典 哦 就是連亞唐啊 連 連橫線 對 他就把追台語的字都找到 對對對 康熙字典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字 對 對 我們現在成了一個人專家也在 做單元 也在講說 講這個怎麼學台語會學得比較精準 而且比較有意思 你光用拼音看不出來 但有很多其實有漢字 哦 有有有 這樣學起來才有意思 其實台灣的叫 Holowe Holowe 就是河南洛陽話 河南洛陽 對 河南話叫香菜鹽水啊 對對對 然後叫鹽水 鹽水 北方叫鹽水 鹽水 鹽水一模一樣 一樣 對對對 這個這樣學比較有意思了 而且也知道其然之所以然 比較有意思 對 哦那個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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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大人叫林芳明 叫做什麼 陳世銘 陳世銘 那個講的那個意思 我跟他學了蠻多的 台語可以溯源就很好玩 對 台語才是 真正的 真正的 中原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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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詩詞 對 哦好好聽 嗯 台語是有七聲啊 對啊 國語只有四聲嘛 他們現在說什麼八音啊九音啊 八音九音 對 我我我我還學過泰文 真的 泰文也 泰文六個音 泰文說 人家說泰文很好學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中國的詞彙 對對對 因為它受那個潮州話影響很深 韓國話也是 韓國話跟中國話也很多很像 很像很像 跟山東人講話差不多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 文化以前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大家好我是王安中 歡迎收聽我說到達理了 今天我們還是跟自身外交官老介介文集 來聊聊 大家聽眾朋友跟我密邊聊天呢 現在聽點這個國際事務 還有外交官的一些經歷 我們那個老介說他學過泰國話 泰國話 泰國 你的泰國待過嗎 沒有 我待過兩年 兩年那時候是工作是什麼 我那時候是二等秘書 那你跟泰國王室有接觸過嗎 沒有接觸 那個要 我那時候是在基層的工作同仁 那是要我們長官的 在曼谷嗎 我在曼谷 我在曼谷住兩年 泰國王室是非常精彩的 我認識他們一些親戚 泰國 泰國 泰國是非常有文化 而且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泰國人很多都有藝術細胞 泰國菜好吃 好吃好吃 對 你說你學泰國 你現在可能講多少泰國話 泰國話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年 我每天早上去上泰文課 真的 對 必須的嘛 到一個地方一定要學那樣的語言 我是覺得我到那邊我會當地語言的話 我的這個生活的好品質會改善很多 你在紐西蘭當時怎麼念你毛利話會講 毛利話不會 可是 紐西蘭很奇怪他們要支持你要講一段毛利話 所以我那時候學過一段 我還記得什麼 卡納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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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也不曉得 拜託還是謝謝 反正就這一類的 不該 不該 所以 學語文很有趣的 你泰國話 因為你說泰國話 很多人跟我講說泰國話很好學 很好學 我一個朋友兩年去經商就會了 對 我給你念一到十 你看你聽那種多少 能從三四哈 好接被 潮四 潮州話 對 全部聽得懂 對 就聽得懂 對這個我知道 這個有人跟我聊過 但是很多人學泰國話 真的學得很快 很厲害 因為他沒有文法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主詞動詞 售詞 就是完全跟中文是一樣 講通就好 對 你就要吃飯 就要吃 叫金 飯叫靠 就好了 對 他就就你就 你沒有文法的問題 對 所以也沒有實態的問題 對 跟我們中文很像 很像 我們不說 學英文 學到法文的時候 哇 還有男人講 女人講什麼的都瘋了 可是古文 中國古文時候有 對 我覺得他們有點 有點愚蠢 我覺得 我也有學過法文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說這張桌子是男的是女的 有什麼意義 可是你要搞清楚這個桌子 是屬於陰性還是陽性 對 範文很難 我覺得他的想法很怪 而且他們就說 你發明一個新的手機 對不對 這個是新發 新生事物 那他第一個要決定 這手機是男的還是女的 對 那我就說你們誰決定 他說我們教育部啊 我說我們教育部 真閒的沒事幹了 今天決定一個東西是男的還是女的 OK 剛說到泰國就講到東協 現在東協又受到美國人的重視 然後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把這些領袖都找去了 當然有些國家不去了 不去美國了 不過這個 這個拜登他們現在又對到 對這個東協很感興趣 我想可能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義兄 又是一個世界 對 我覺得他們小看東協了 其實東協我在那邊待了 我覺得東協 基本上它是一個文化很深厚的地方 嗯 而且他們近代的受到這個西方 這個帝國主義統治啊 其實他們也 他被殖民的很多地方都是被殖民過 只有泰國沒有 對對 只有泰國沒有 你越南你看 越南很有歷史的 對對對對對 你柬埔寨也很有歷史 你這個印尼馬來西亞都有歷史 對 可是他們被人家殖民 因為就是武力不夠強了 對 那殖民他們也在中間很知道 跟外界世界打交道的經驗 嗯 他們他們事實上 我去曼谷那兩年 我覺得曼谷的國際化 是我們台北沒辦法比的 嗯 那個城市非常國際化 對對對對對 我們很多人去過曼谷玩過 你看的是張張爛爛爛的 但他 他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文明 非常進步 非常文明 而且他是一個 自己的文化保持得也很好 保持哦 見多識廣的一個 一個 我們我們是有小看東南亞 其實你在東南亞 你會覺得 哇 他們的這個 不管是國際觀 國際人才 國際化的程度 嗯 然後他這個 對傳統 對周邊國家 他們的這個複雜程度 是比我們 比我們台灣 我認為是 怎麼講呢 是 有過之而不及 也不能太 太長他人志氣 對對對 不過他們沒有想像的那樣子的 就說好像我們想到就想 他們就是 呃 女傭啊 用功啊 不是 可是他那種社會就是說 他一個 他的有一種傳統社會有麻煩 他那個統治階層跟幾層是比較脫節 嗯 泰國是一個王 一個貴族社會 對對對 他那個貴族層的那個 那種處理 那個那種 那種 他的文明發展程度啊 非常的 先進 所以 你要他們跟美國人玩政治的話 其實是美國人玩不過他們 真的嗎 玩不過他 因為我在泰國的時候我參加過一個政治官員聯誼會 嗯 裡面通通都是各國大使館的這個政治官員 嗯 他們去他們那些西方人每個都在complain 嗯 根本不曉得怎麼跟泰國人打交道 後來我就發覺 他們的禮儀非常多哦 禮儀非常多 而且他們是怎麼講呢 呃 非常有耐心 嗯 一件事情 像我們哦 三分鐘不到主題 我們就有點毛躁了 那個泰國人三天不到主題 就跟你磨 他跟他宗教有關係嗎 宗教他是一個 一個非常寬容的 嗯 所以泰國是佛教 他你就說他的容忍度最高 對 什麼都能容忍 對 呃不會不會把別人視為邪說異端 嗯 那可是他們的 他們的民族性啊 我因為去的時候這些 其實他們本身是一個很強強烈的民族性 嗯 可是因為他這個宗教文化幾幾上千年犀利 嗯 其實他就會容易在這個兩端之間游走 嗯 從非常非常 呃 溫和到非常非常暴烈 對啊 可是跟他們相處千萬不要把他逼到那一角 對 你說你像泰國在那個時候 嗯 在赤化的時候正法不會受影響 對 很厲害啊 然後跟美國關係又變成美國的什麼軍事基地等等 很厲害 他中間運籌帷幄的很厲害 對 其實泰國的外交來講 他們有個五世皇 現在這個皇 這個這個王是十世 對 五世是他們 他們到商店都搞了一個他的畫像 對 長得很像孫中山 對 回去說到處孫中山 他說這是我們五世皇 哈哈 那他是開國的 嗯 所以那個 比如說那個國王與我那個店演的就是他 哦 對對對 他他 他的小孩子都到受到歐洲受教育啊 然後他在開國開 那他們外交是學呢 外交是學瑞士 保持中立 對對對 他就不斷的中立 很有智慧 所以他在整個歐洲人殖民東南亞的時候 他保持唯一的獨立就是因為他做什麼 他做 他說 他常常 他常說你不必來侵略我 我會跟你合作 你把我滅了以後 我們會反抗 小郭要以智 要智慧 他非常有智慧 對對對 不過你剛剛講說 嗯 東協的國家 各個國家有各個文化 像印尼跟馬來西亞回教 嗯 這麼強大的回教 美國人要進來 我覺得也有種宗教上的問題 一個方面來講 所以 美國對東協 希望東協跟他們合作 長久合作來抵抗中國 還有一個很長遠的路要走 我覺得 我覺得 為時已晚了 為時已晚了 因為他沒有結構性的力量 現在中國大陸對東協有兩個結構性力量 是美國沒辦法 沒辦法比的 一個就是這個RCEP 嗯 自由貿易 對 我開放市場讓你進來 我市場讓你啊 進來啊 比較容易 第二個就是什麼 一帶一路 你要修海港 我幫你修 好 你要修鐵路我幫你修 好 美國做不到 我們再來跟老介 哪天再聊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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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 謝謝